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AI学院 那么2024年做视频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今天小鱼就来教大家如何从零到一 制作一个YouTube神话故事解说频道 如果你们对做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先订阅点赞我的视频 那么今天这场课程也是一个手把手教程 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这里我会分七个步骤来告诉大家 如何制作这样一个神话故事解说频道 首先第一步要用我们的GPT 生成一个频道简洁历称头像 以及一个文案的创作 那么第二步就是要用一个AI工具 来完成一个制图的过程 第三步就是让我们的图片转成一个动画 第四步生成一个AI音乐 以及一个文本转语音的过程 第五步就是制作一个视频 第六步就是制作头像以及封面图 最后一步就是上传视频 那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来到我们的一个GPT 这里GPT如果还没有注册登录的朋友 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登录一下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3.5版本的 我们输入一个这样的提示词 你要从零到一经营一个YouTube神话故事解说频道 主要分享远古时候的各种神话故事短视频 让人们来对故事产生兴趣并获取流量 需要你给我频道名字 频道简介 头像和布拉设计 我们直接点击发送 那可以看到频道名字 简介 头像设置 都已经有了 那这里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 比如说这个频道名字一个还不够选 那我们想挑一个更好的 我们这里还可以说 那我们直接告诉他 频道名字再帮我写十个简单好记 有特点名字肯定是要有独特之处 那这里啊 神话世界解说 古代传说探索 神话密宗 神话解码 神话说 我觉得最后一个就不错 那这里呢 我再发给他一个这样的提示词 再帮我想 再给我想五个例称 加一道两句话的一个简介文案 我选定一个之后呢 再设计一个横幅 这里呢 看你们是制作一个中文频道 还是一个英文频道 如果是英文频道的话 那你可以一个取一个英文名称 那如果是中文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上面的一个中文 那让他再帮我想五个中文历程以及简介 那么这个第一个就不错啊 神话探客 探索神话之密的导航者 代理穿越古今 解开神秘面纱 那我们就选第一个啊 让他帮我们设计一个班了 针对这个历程呢 让他再帮我设计一个头像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logo 那就是这个啊 就是一个logo OK那我们这个就放到这里备用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让他帮我们生成一个神话故事 那这里呢 我就让他写十个神话故事主题 每个都包含一个出名的人物和发生的事儿 可以看到啊 他直接帮我们写出来了十个 那么这里呢 如果不满意呢 你还可以让他重新给你写 你写十个二十个三十个GPT呢 他都能帮你写出来 最后呢 我选定了一个阿拉丁与神灯的传说故事 我就让他写一千个字的一个故事 故事呢 他就帮我创作出来了 那我让他帮我描述以上故事的内容 设置十个场景 并描述每个分镜的画面 场景以及视角 因为呢 我要根据他的一个描述去生成图片 可以看到啊 他就帮我设定了九个场景 那这里呢 我们都知道啊 绘图肯定是需要一个英文 我就直接让他帮我翻译成了一个英文 我们的第一步呢 就到这里就完成了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二步 绘图 那这里我推荐两款工具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款绘图工具呢 叫Lexcat 那它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登录一下我们的谷歌邮箱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Majerney 那今天呢 我们就用这款工具来操作啊 Lexcat 这里呢 如果说你没有注册的话 注册登录一下 用一个谷歌邮箱登录就OK了 我们点这个 在这里呢 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把它输入到里面 这里的话 我打开一下沉浸式翻译啊 我们把这个描述词粘贴到里面 直接点击这个生成 那在这里呢 那我们要选一个像素啊 你要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呢 还是一个长宽笔啊 自己大概选一下啊 这个有一点不方便的就是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尺寸 比如说16比9啊或者9比16啊 只能自己去尝试一下 大概啊我这里看了一下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啊 这个应该16比9差不多 我们直接点这个生成 这里它也是不能选择一个风格啊 说它系统生成出来的 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啊 那它就是这种风格的 同时跟Mijiria,Lealado啊都是一样的啊 每次就是出图四张 那我们再接着生成 可以看到它生成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快速模式 那我们把下一个同样也粘贴进来 这个操作起来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啊 直接复制链贴就可以了 那把我们所有的一个描述词 全部粘贴过来生成图片 重复这样的操作 直到我们的图片生成完 OK全部生成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保存我们的一个图片 这个呢它也是有一个免费试用的啊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那么它这个里面生成出来的风格呢 还是有些不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图片这里呢 有一个下载按钮 我们点一下 我们可以多保存 每个四张图片我们都可以多保存两张 那这里呢我们把它保存到 你能找到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到我们的第三步了 把我们的一个图片呢 做成一个动图 这里我推荐这款Vipex 目前呢它还可以免费试用 我们也需要登录一下 直接点击进来 那这里本期视频使用到的一些工具链接 那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我们点击这里上传 那这款工具呢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上传一张图片 那我们只需要调一下这里 它的动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比如说上下动左右动 或者旋转动 点击一个导出 点下一步 再接着点导出 那这我们再接着导下一张 这里进行一个替换 把每一个你想要变成动图的图片 拿着全部都放到里面来制作一下 就可以 OK我们所有的图片都生成一个动画之后呢 我们把它点击保存到你能找到的一个文档里面 那么动画做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要到我们的第四步啊 我们要用一个没有版权的音乐 我们这里来选择一个MUBERT来生成一个音乐 那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想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们同时还是可以求助一个GPT 我就问他啊 上面一个故事呢 需要搭配一个什么BGM 简单描述一下 那这里他说以上故事可以搭配一种古老而神秘的音乐 以弦乐器和木管乐器为主导 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复制一下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英语 这个有点太长了 我们让他再帮我们把这个简短一点 OK我们把它粘贴到UBERT里面 我们选择这里可以输入提示词 把它粘贴到这里 直接呢你可以一个小时或者几分钟都可以 或者几十秒也可以 就这个45秒我们点这个生成按钮 这里需要验证一下 可以看到他正在帮我们快速的生成 OK那我们听一下 可以这个音乐是不错的 我们点这里下面这里有一个下载 点一下下载到这个APP里面呢 我们还要再点一下这个按钮 那我们再点一个下载 他才能下载到我们的 那这里呢我们要看啊 如果要使用这个音乐的话我们要把它的一个链接呢 把这个APP的一个链接放到我们的视频下方 我们点击这个同意 OK这里已经下载下来了 把它保存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接下来呢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英文频道 我们这里呢需要去把这个文本呢 转成一个语音啊 我们选一个合适的语音解说员 这里还是用到我们的 ElevenLabs 它里面因为它里面的选择比较多 各种声音都有 相信总有一个呢它适合你的啊 这里有男的女的 有专门一种叙事的讲故事的 有专门一种讲故事的啊 我们可以到里面去选一个 把我们的文本粘贴过来 这里呢是做一个英文频道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转换一下 先用我们的翻译工具把它翻译成英文 在这里复制一下 那么这里翻译工具呢 大家可以用这个谷歌翻译啊 这个呢是系统自带的一个翻译器 打开这个ElevenLabs 我们点这个按钮 在这里我们就要选一个 选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不错 我们把我们的刚才的一个 故事脚本给它粘贴进来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新手呢也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字数限制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我们这里 它每次的生成的字数 也是有要求的 可以看到啊 这里不能超过多少字 点击这个生成按钮 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登录 这样一个没有登录注册的话 可以来登录注册一下啊 链接呢会放到描述栏 那么生成好了之后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试听一下 然后这里呢有个下载按钮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那我们的音乐有了 动图有了 我们的音乐也有了 音频呢解说员也有了 然后我们那个动图呢也有了 接下来呢小鱼在这里补一个知识点哈 因为我们刚才做出来 做出来的一个动图呢 它是带有一个水印的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视频的右下角啊 这里有一个logo在这里 我们要去除这样一个水印 那这里呢推荐这个工具啊 大家可以直接在谷歌里面搜索 视频去水印那有很多这种工具 我们直接打开一个文件 这个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圈起来就可以了 圈起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一个预览 那么我们放大看一下 它的水印没有了 水印已经没有了 我们再选下一个 直接点击这个预览 它就直接把水印给我们去除 而且直接帮我们下载了 那按照这个方式 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OK那么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去除好水印的 我们要把它单独保存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不然一会儿的话 找起来会很麻烦 新建文件夹呢 这里呀小游儿也教一下大家 直接点一个鼠标的右键 这里有个新建 我们选择一个文件夹 那这里就新建了 我们写个无水印 把它打开 把这几个视频粘贴进来 就OK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了 就是把我们的视频呢 组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故事短片 这里呢我推荐这款 Freaky AI 那么这款工具呢 因为对我们的新手朋友来说呢 是非常友好的 这款工具其实使用起来 非常的简单 你给它一个提示 比如说你让它帮你写个神话故事 你就给它这样一句短语就可以了 它直接给你制造一个故事出来 那它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语音可以让我们选的 里面的一些配音 这个呢是支持中文输入的 我们输入中文就可以 这里为了方便我们的中文朋友们看 我就把它点一个沉浸式翻译 那可以看到它有75种语言呢 可以让我们选择 那它呢也可以想法 你的一个想法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视频 我们直接点击登录 直接登录进来 在这里呢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一个文件名 比如说神话故事 这里呢我们选一个简体中文 那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台湾普通话 都可以 这个呢是生成一个视频 还有生成音频音乐的 这里呢尺寸我们选择一个16比9 我们做的是一个YouTube频道 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故事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样一个 我们直接把它关掉 那在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添加新场景 空白场景 把故事呢我们就粘贴到这里 它会自动给我们分段 你正在粘贴大文本是否要继续 我们就点继续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它有自动帮我们配一些图片 匹配的呢我们可以留下 不匹配的我们就直接删除 那在这里呢可以上传一个 我们自己的一个BGM 我们点这个按钮 我们点这里上传 选择文件 OK 那这里我们来替换一下里面的图片 点这里选择文件 OK在这里的话你还选择 可以选择一个解说源 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像麦克风一样的 我们点进来 选这个声音我们点 勾选一下这里 适用于所有场景 OK啦 我们全部的修改操作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古老的阿拉伯城市中 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阿拉丁 他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 尽管生活艰辛 但阿拉丁总是心怀希望 对未来充满信心 有一天阿拉丁偶然遇到了一位穿着华丽的老人 他自称是一位魔法师 这位老人对阿拉丁说 他知道一个隐藏着无尽宝藏的神奇洞穴 并且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进入其中 老人向阿拉丁提出了一个交易 如果阿拉丁帮他进入洞穴 他将与他分享宝藏的一部分 对诱惑的阿拉丁同意了老人的提议 老人带领阿拉丁来到了一个隐藏在沙漠中的山洞口 他告诉阿拉丁要在一个神奇的魔法咒语下 打开洞穴的入口 阿拉丁照着老人的指示座了 那这个音乐呢 配合这个画面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边的文字呢 大家也可以调整啊 可以选择一个文字的颜色 以及文字的一个大小 以及文字的一个位置啊 这里都可以选择 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导出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制作一个头像了 我们返回到GPT页面 刚才来让他帮我们设计一个头像 就这个一个古老啊 头像设计一个古老的书卷 或神话中的某个神秘符号 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 我们这里把它翻译成英文 复制一下 来到我们的米尖里 那在这里呢 输入一个斜杠 点这个第一个选择Imagine 把我们的提示词粘贴进来 这里来我们输入一个杠杠 AR 一个1比1啊 一个头像比例是1比1 我们选择一个版本 选一个V6版本 我们先看一下 也可以选择一个 Leonado来生成这样一个头像 我们把比例调成1比1 粘贴上我们刚才的一个提示词 直接点击生成 那么我们可以多拿两个提示词 去试一下 我们可以换不同的版本 看一下效果 这个就非常不错 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一张 把它下载 作为我们的一个头像 一个logo设计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打开开网 制作一个我们刚才做好的 视频的一个封面图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一个YouTuber说月图 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呢 我们设计就非常的简单 直接用一张 刚才生成的一个 故事内容场景的一个图片 来作为一个背景图 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按钮 从里面选择一张 你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一张图片 我们选中图片 右键 把它设置为背景 那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 我们再加上一个文本 这边点击个文本 选创建 创建个文本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 阿拉丁与神灯的传说 字体我们可以把它拉大 这字体呢 太小了 我们可以把它变得粗一点 我们还可以给这个字体呢 添加一个背景 把这个字体突出 在这里我们选元素 加入一个底 我们可以把它拉一下 那么一个简单的视频封面图呢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一个下载按钮 我们选择一个download 选择一个GPG 直接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 那这里呢 我们就准备了好了 所有需要的素材 那接下来呢 就直接去开通我们的频道 上传视频就OK了 今天拉小鱼儿的这期课程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呢 对我们想做视频的朋友来 有一点点的帮助 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